做好東道主 印尼總統佐科威帶領東協國家領袖 站進位子東協峰會五號正式登場 東協領導人首牽手展現大團結 佐科威對外宣誓東協絕不做大國代理人 也不會成為大國政治角力場 東協十國長期被視為是沒有力量的集團 本次峰會預計將聚焦緬甸危機區域經濟 其中敏感的男孩行為準則劍指中國 今晚這次美中領導人都缺席 但似乎是拜登大力多 在中國房產風暴下 北京有債務的燙手山芋 再加上近期中國二零二三年新版地圖惹怒亞太多個國家 所以習近平乾脆G20也不去了 新加坡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慕軟認為 習近平現在是皇帝心態 先前在南非經專峰會被高度禮遇 預期去G20不會有尊榮待遇 前五角大廈官員唐安竹则分析 習近平想強化中國影響力 尋求由北京主導峰會 外媒面有時分析 中國與集團體多個成員摩擦越來越深 美中角力下又槓上印度 這次習近平缺席G20 他的國際政治家形象也將蒙成 請請要慧文 王主任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文件文 文件월